手机充电的时候如何有遥遥领先的杂音 我们手机在充电的时候如何有遥遥领先的杂音 当然绝对不是后期加上去的 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我们手机插入到电源线以后 大家该如何设置呢 一分钟交汇你 当然像华为手机或者荣耀手机都是可以做到的 在这里的话我拿华为Mate50Pro给大家举例 像Mate60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手机都是可以操作的 在这里的话我们点击找到华为手机的浮一屏 然后搜索智慧生活 然后点击进入 进入到智慧生活以后呢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我的 然后的话点击我的以后呢 登录一下我们的一个账号 登录完成以后呢 点击到下方有个选项是场景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给它新建一个场景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这里的话给一个场景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遥遥领先 选择完成以后呢 我们点击第一个添加条件 点击一下 往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个系统功能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 电池 比如说开始充电的时候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第一个开始充电 然后的话接着我们来执行一下任务 首先的话需要我把1107的铃声下载到手机里边 然后到本地音乐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贴加任务 找到影音和娱乐这个选项 点击一下 播放本地录音乐 当然本地音乐呢 有过刚刚制作的这个遥遥领先这个音乐 大家只要下载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在手机充电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播放遥遥领先的音乐 然后我们点击购 场景就现在完成了 点击完成 返回以后我们充电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手机充电器插入到手机 这样的话我们的1107铃声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前来推荐 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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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